小妖凝视着马车绝尘而去的方向,发呆,她的衣袖在风里浮动。 这几天不回家,她都是跟这个女子待在一处吗? 时间变得缓慢。 巫王说过,她们种的是情人骨,若一方变心,双方都会遭受视心之痛。 她抬手俯上心口,骨虫没有异样,能稍稍宽心。 可强烈的酸色感,还是控制不住地从心头涌上喉咙、鼻头、眼眶。 她知道,她没有变心,很可能只是应酬,但总有一股患得患失的优惧像乌云一般萦绕于心头。 在那个世界里,因为她屡次选择专虚,她宁可堵死它们之间,未来所有的可能也要把它推开,她选择不要它。 所以,她害怕在这个世界里,她最终还是会因为她同专虚的关系而推开它,她怕她又不要它了。 神农义军的军营里,香柳和贡公正在议事。 屠山四年后,已经向吃水市订了三艘大货船,六艘护卫船,预计年底能交付一半,如此,海运这条线就可以先跑起来。 一旦盈利,我便会和防风依应提议,在东南边的这座岛屿上建筑港口,作为商船的补给站。 香柳指着地图上与清水镇隔海相望的一座大孤岛说,岛上我去走了个遍,面积很大,土壤肥沃,不仅可以种粮食,还适合种蔬菜水果茶叶,实现自给自足,完全没问题。 一旦补给战舰好,义军便可慢慢转移过去,在那里安营扎寨,建筑公事,修养生息。 公公簇着眉,视线凝固在中原地区,不言语。 香柳知道,义父最放不下的是什么,唯唯道来,此处西跳中原,来日若是真有那机缘,神农是启事,我们渡海而去,也不过是一个时辰的事。 如今为神农保存实力,延续生机,复国仪式才能缓缓涂支。 只不过,岛上荒芜,兵器,战船都需要从中原采购运过去。 但若是海上贸易顺畅,我们手头的资金充裕,采购这些倒也简单。 公公迟一片刻,说,容我再想想。 香柳不再多言,义父从来不想占山为王,他坚守的是神农国的最后一块土地,要改变他的想法,恐怕还需要些时间。 小妖身体如何? 公公问。 挺好。 公公狐疑地望了他一眼。 你,还在同他置气? 公公叹了口气,那日阿咒刚从海外回来,正同自己丙烛夜谈,聊着对神农义军未来的规划,中途像是突然感知到什么,神色慌张,箭矢一般地冲了出去,一句话都没留下。 后来听说有刺客破了紫金山的护山大阵,夜闯王孙请殿,还踢断了专需两根肋骨,他才意识到,自己这一子,是久而袭去了。 回来几经询问,他才勉强开口谈了谈那晚的来龙去脉。 阿瑶,小妖是个心软心善的丫头,这次的确形势过于冲动,但产期将至,你就算有天大的火气也该消了。 我知道,你知道,你知道什么? 公公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,神族产子艰辛,对女子身体伤害很大,当年炎帝的妻子听妖也是灵力低微,身体不适合生养孩子。 却屡次为炎帝繁育子嗣,最终毁了根基,纵使炎帝衣术冠绝天下都没能救活妻女,你现在脾气硬,别到时候再来后悔。 香柳不禁皱紧了眉,早知如此凶险,他断不会让她受孕。 夜深时,他回到家中,小妖睡沉了,呼吸平稳。 苗普趴在卧房的坐踏上,闭眼小气。 房门被推开的一刹,苗普马上警醒过来,见来人是房峰背,神情又放松下去。 他滴滴唤了一身孤叶,便自觉地走了出去,并带上了门。 房峰背轻手轻脚地脱衣塌鞋,坐上床榻,看他在深沉的睡梦之中,无意识地睡转了过来, 面朝榻外,压枕着一捧如云青丝,两只手臂都搁在背外,脚肤衬着赤颈。 真真是浩万宁双雪,只是这双雪虽美,但也实在是清鲜地叫人担心。 他怎么总吃不胖呢? 他一边轻轻地将他的手臂噎入背中,一边在心中琢磨着怎么让他多进膳食, 眼望着颈背处他隆起腹部的位置,忍不住动作轻柔地侧耳贴了上去, 隔着一层被子,两个频率不一的心跳,一快一慢,令他心中随之浮起小小的满足感。 这一点小小的满足感,足以助他应对将来要面对的所有刀剑风霜, 足以助他踏平所有的千难万险。 其实很久以前,他就愿为能与他在一起,付出一切。 他将它视为生命,他却不爱惜自己这条脆弱的小命, 即便有情人骨,他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及时赶过去救他的。 他不知道,失去它是他承受不了的事。 防风被慢慢坐直身体,凝望着他沉静的睡颜。 其实私下里,他问过稳婆好几次。 刘氏都说他的孕期症状良好,胎位也正常, 应该不会同某些女子一样出现意外。 听闻女子难产是极可怕的, 一旦遇上,常常会一失两命,或是母子只能求保一个。 只不过他还是这样瘦,万一生产的时候没有力气了,怎么办? 他这样一想,力觉毛骨悚然,手足发凉, 他呆呆正坐许久,再次低身,对他腹中孩儿轻轻道, 你到时候自己乖乖地出来,不许闹腾。 他想了想又不道,要是你到时候乱折腾你母亲, 闹到只能保一个的地步,那我定是不要你的。 你要想平平安安地来到这人世间,自己就要懂事。 防风被对着那一处高高隆起的孕妇,滴滴续续地说了一通, 护觉身后有目光在盯着他看,将着身体扭薄看去, 见不知何时醒来的小妖,正静静地望着他, 善善道,吵醒你了。 小妖微正,眼中酸涩,心中也酸涩。 这些天,都是他一个人睡觉,身边空空的,心里空空的, 难受得紧,也不知是心里难受得太厉害了, 还是孕婉期身子难受得太厉害了。 他夜里经常失眠,就算睡着了,也是不多时就会醒。 他知道他能感觉到他的难受,可他就是不主动跟他说话。 他是有错在先,可他怎能气那么久? 他又很忙,忙义军的事,忙着跟依应合作, 也忙着跟别的蓝头发的女妖精走在一起, 上了同一架马车,就是没有时间搭理他, 任由他一个人长夜漫漫,胡思乱想。 他眸光暗沉,先被坐起身来。 防风被起先退了退,后又见他大着肚子, 有些艰难的躬身想去穿鞋袜, 立刻蹲下身去,殷勤地想去帮他。 我自己来。 小妖打断了他的动作,他僵在那里。 小妖穿好鞋,起身走了出去, 他换了几身苗圃无人答应, 便想他,应该是已经回去了。 他回房点了灯,拿着油灯走去了西间, 厕所的别称,防风被只好默默跟在他身后。 回了房,他翻了个身朝内侧卧, 强迫自己闭眼,继续睡觉。 只是心中玉气暗角如潮,直挤得心口肺腑作痛, 泪水就不受控制地顺着眼角溢出, 落在枕头上被棉布吸走。 防风被感同身受,做了个深呼吸, 宛如叹息,见智无声。 他耳边听着屋外重鸣, 睁眼望着他的后背,一动不动, 沉默许久,终是忍不住服软。 他在他身后躺下,连着被子拥抱住他, 下意识地将手臂孤紧。 黑暗里,小妖使劲去掰他的手。 防风被稍稍用力,滴滴道, 我们不闹了。 小妖继续挣扎着。 防风被十分无奈, 只得把他翻转过来, 将他按向自己怀里,不要心痛了。 他心痛,他胸口也闷急了,憋得窒息。 小妖见挣扎没用,干脆不动了, 只闭着眼睛,将脸藏在他怀里, 既不看他,也不说话, 紧紧地扯住他的衣巾, 死死地想憋住不哭出声来。 可眼泪还是打湿了他的衣巾, 流到他的胸膛上。